大家好,我是五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這一節,我們會說說周永恆 她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看到很多報導開始出來了 被控三條罪 自稱有精神病紀錄 青山醫院也不收 喂,我這麼嚴重嗎? 青山醫院不收你 有沒有聽過這些? 有,有聽過 這些童謠 想不到是真的 請大家給我讚好,之後我們就廣播了 他說什麼?青山醫院不收你 什麼?什麼?什麼? 另外就跟我說一下娛樂圈的渣男 誰救他渣? 我們找個個跟他撼,看看他是不是最渣 先說周永恆的問題 為什麼會弄成這樣? 是的 本身又說是被人打的那個 誰知道原來就是被人抓的那個 案件在峰迴路轉成這樣 好看啊這些案件 不是很多日前 派花生 突然之間說什麼? 什麼人撥爆頭? 車子撥爆了頭 不知道,類似那些 然後轉頭 他不止 原來什麼事? 周永恆涉 刑事恐嚇 嗯 襲警 嗯 襲警啊 哇 家控左差辦公 嗯 三條罪 是 原來他之前沒有一個作詞人 叫恩葵 是 他爆周永恆的大陸老婆 案發當日 企圖自殺 企跳自殘 是 就說有人偷錄了一些 他的對話成為證據 嗯 都是因為這件事由一個恩葵鋪出來的 上載多張周永恆受傷的照片 就說他被大陸妻陳薇打到Blackjack 是 不過事件峰迴路轉 嗯 說近日是被捕的 周永恆證實是被捕的 是 向這個大陸老婆求證 他承認是自己報警的 嗯 他又說不說那麼多 嗯 問警察了 警察怎麼回答 警察說4月17日 有一個女人報警 在元朗區單位 被她丈夫言語恐嚇 嗯 原來她們是住香港的 是的 我也以為她在內地住 大家都以為是 對 誰知道是住元朗的 OK 元朗警區刑事調查隊 第8隊接手調查案件 經調查後同日元朗區 拘捕38歲姓周本地男子 涉嫌刑事恐嚇 這個男子表示身體不適 清醒被送到博外醫院治理 在4月20日 案件做一步調查期間 這個男人拒絕合作 也襲警 襲擊一名警務人員 人員立刻在醫院拘捕他 他涉嫌阻差 辦公和襲警兩罪 再加上他的刑事恐嚇 對 他說在4月26日在屯門裁判法院答辯 嗯 是這樣的 是三宗罪 原先是沒有的 沒有襲警 沒有那些事情 最初只是恐嚇而已 刑恐的 因為他是被人報案 他涉嫌 原先那項應該是涉嫌 然後自己升級 無端端在醫院上升級 VIP做了 現在是這樣的 那個恩葵 作詞人 他說 他是不斷為周永恒說好話的 但是我看到另一份報紙說 這個恩葵自己也有情緒病 是 可能大家比較頻率是接近的 這樣 他認為 你們看這是家庭暴力 是很低層次的 他老婆對我來說 是別人的老婆 這兩三年的家庭糾紛 芝麻綠豆 那個女人有傳過受傷的照片給我看 那個男的都有 受傷的事情你問回他們 我也是說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這個恩葵其實 你說小事化無? 但是這些東西是他鋪出來的 是呀 很嚴重 現在 很多人自己搞什麼都不知道 是這樣的 小事化無 你看到很多報紙 是呀 他跟周永恒在音樂上合作 上課我跟他互相找對方有什麼要改過 互相做對方的監製 經我手創作 所以我認得周永恒的暴力句子 他說我要周永恒在家裡練習 情緒控制 我要好一點的情緒 他練習會說 斬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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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斬 這些是什麼練習呢 這些是惡言來的 口業來的 我們佛教正語正思維的 基督也不會 你說拍戲要入戲也不用太盡力了 這些可能叫做法師 但是他兩個都承認有情緒問題 不要亂搞 他好像真的 我教你一招 你教我一招 有些事情搞錯了 練習去吧 我這樣用這個練習? 不是吧 嚇到人了 沒有 真的不要這樣 你說法師做好一點 這樣 不會的 你看看水的力量 你說操斬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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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感恩愛那些 你那些東西會漂亮的 你說好東西就行了 我祝福你呀 他多開心 唱來聽聽行不行 不要罵 共思共思 共思 是吧 我唱得像LMF那些 吳家靈那些歌 我立刻唱到我真的不舒服 不動火 當然了 你要用力才能出力 看到你的朋友真的隔夜飯通斬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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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真是按中按局中谷计终计 这么奇怪? 嗯 搞成这样 周永恒也保持得挺健身的 可能他瘦底练成了健身教练 说他现在成为健身教练 不知他有没有工作 网上的人说他吃软东西 说老婆有钱 这些是各人讲各的调 没法证实 看到娱乐圈也有很多渣男 你困一困周永恒会不会是第一名呢? 他啊? 暂时可能有人会觉得他还不是 那些言语暴力啊 真正暴力啊 他有多少回答在一起啊 人世间两大执着 跟你说佛祭 不知谁是佛祭耶稣仔 可能有听未定 人世间两大执着 浅瘾类人 拳头枕头啊 拳头枕头就是色情和暴力 色情是怎样呢? 我们要正... 不是正淫松啊 正淫的所谓就是 你跟妻子那时候发生夫妻关系啦 妻子以外的 第三者的或者是那些就当然不行啦 对不对? 这一方面就其中一个了 渣男的特色有这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呢 就打老婆 或者是有一些家庭暴力 暴力 言语暴力啦 在报纸里面呢 他找了八个娱乐圈渣男 看看哪一个可以 可以困住了 看看往迹是不是可以 拥有刚才你说的那些了 拳头枕头啊 顶头大热啊 周永恒啊 周永恒的赛职跟阿鱼就这样了 是 小郑秀文都被他搞到鸡毛鸭血的 没错 生完那些女孩 然后就没有养啊 这样的 现在呢 被他进入了个好马房 但是就好像 都是有伤患的 都搞不定 对了 都仍然是火烦烦烦的 对了 谁喷谁我都不知道了 在集前起阿飞脚那样 拨骑斯落马那些 似乎就不太受操控了 是的 这一批顶头大热门似乎都很难以挑战的 那我们看看 其他在这 就是惨战的人士 惨战的人士 那有些人一定要数的 看到就很厉害了 你以为 这个我觉得 很难说 魏俊杰 是 我刚刚在泰国见到他 是吗 是的 现在人家说他老马无火 身肥暴宽 OK 还没收身 还没收身 说他就因为跟阿滕丽明很多年 最后又娶了一个大陆女人 大陆女人很厉害的 是 因为大陆女人又偷吃过外人 然后呢 就是 魏俊杰 搞到说要 轻生 是 那个大陆女人张丽华 离婚之后越来越富贵 是的 是呀 说他认识一些不知什么 CEO元卓 那些 是 那你说他很厉害 他只是厉害了 滕丽明而已 是的 是不是 他厉害了滕丽明 滕丽明也大了 是的 你有看他那些风空广告 是的 就是我说他拿男后拿了他之后 是的 你听得明白 OK 因为滕丽明现在觉得多好 嗯 是不是 那么 如果你说拿这个好像不是很厉害的 他又不是全都拿了 还有我看到他在泰国跟女儿一起的时候 是一个普通人而已 有个爸爸 似乎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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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也剃了那些鬍子 他肥了那些 有些肥头得意 是的 但是在这场赛事里面 你也是 跑底下的了 哦 另外说郭靖雄又是跟滕丽明的 那些人又说郭靖雄是渣男的 他也是渣男的 是的 被子跟前妻淡女的 跟滕丽明拍拖的时候 跟前妻生了女的 哇 腾丽明之后变回单身 这样 这个就是各有各招 是的 有两脚的 这些真的很吊载 最终跟内地女子结婚也生了下一名子女 即是生了 那么渣渣地 如果你说刚才那些顶头大热的那些 这个也是跟艺俊杰这样拍住回来 因为始终也是同一个赛职 是的 都是腾丽明马房的 另外这个就很厉害 这个叫翻版孙悟空 这个叫做陈浩文 陈浩文就渣渣 看到他抱着陈家闻 又蛇牛腾又渣渣 当时的老婆戴着肚子 是的 如果你就拍着 其实在这个赛职 跟周永恒那个 那时候跟Ruby小三是差不多 嗯 都是说说有个小朋友 这个其实又不够周永恒渣渣 其实因为他少了 他出去玩玩妹妹仔调戏 是 不过这么说 你调戏人人如果告你呢 你是刑事的 是 这件事根本上是刑事来的 可以是 但是你想想他就是 只有枕头没有拳头吗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拳头啊 而且他是人间哪有真情在 嗯 总之是女他都爱 对了 他对那老婆有多好 他现在不是啊 因为周永恒是 战绩标炳的啊 他是 队报那样啊 长长都破纪录的啊 对啊 他真是厉害的啊 对不对 又厌尿又盛的啊 对啊 真是厉害的 那陈浩文就算渣 也是一个价格来的 但是也是跑平均的啊 嗯 四重彩要拖起来的 是 接着这个很厉害的 因为他的大马房啊 这个就厉害了 大马房啊 周永恒啊 是 周永恒主席啊 魏珍啊 是 魏珍呢 就因为其实那个网绩特标炳的 是 在那个超大马房啊 李嘉欣的转过来 周永恒的马房啊 嗯 很多人都想做这匹马的 是 是了 那么他又偷吃了 又成成了 之前也说过 不过他也是没有暴力 他呀 没有暴力 有没有 有没有少少言语暴力呢 对他人 他人也有 有些冷嘲热奉 是咯 是咯 他有少少涉 你如果去比较 可能他们突出了半个头 比之前刚刚那两位 就是比陈浩文再多一点 多一点 就是魏珍有机会进去 是啊 他刚刚可能是暴赢那一刻 他就有机会是 暴赢啊 是啊 暴赢可能陈浩文 是啊 但我心目中我恨陈浩文多一点 是 OK 感觉上 哦 感觉上 是的 可能 因为他搞的那些年轻人是不自愿的 哦 那也对 是不是 所以这一下 暴上暴落是要拍照的 是啊 魏珍是因为他马房大而已 是啊 这一天是真的 是啊 他马房大你会给他一些票数嘛 是的 那你说一下 然后那个陶大宇 陶大宇也是跑到最后 你以为吧 广迹也很标秉 嗯 出轨各线来 一年后就跟老婆离婚 嗯 那他也不简单的 但是因为近年他在内地 他也有些事情做啦 倒转了地球之后呢 是啊 他似乎就 反弹 就是不是那种 如果你用倒转地球的那一期他就是正面反弹呢 他也不算很差 是啊 那他就是属于正面反弹 他又不是说 你郭善尼那时候 这些都是 花边 很花边 我认识资品客戈啊 你温兆伦又是这样 这个又是这样 那个又是这样 你不怪得 你不是只怪个人的 只是怪个男人的 这些事情 那个就是世界人物地点 刚刚好 很啪啪啪啪啪 郭善尼也放过来 我都招惹 是啊 不过要他年轻的时候才行 这样 另外这个呢 有些人以为他是 轻磅 轻磅 有些人说他什么啊 什么啊 有些人说拍住啊 以为拍住轻磅可以上来挑战 这个 宾州永恒的 是的 宾州永恒的地位 是啊 他这个叫屎花恒 是 因为一个恒前面一个恒后面 是 如果两个商劫核壁 哇 真是厉害 是的 但事实上不是的 嗯 因为他是多情 但是他是没有暴力的 他是纯粹真是 不争气 不争气 就是他废话 是 他差 他差 他老婆丢了他架 他这顶人正一 就是什么 不是 他是 不是 他单方面而已 他单方面 他单方面 他老婆也是普通香港女孩 不是丢家 我觉得 他应该发声 但是事实上 有时候有些事情很好笑的 嗯 因为网友说出重点来 他昨天 他不是说 宾州永恒的大陆老婆 叫人看TVB外回家的 他的白痴就是这样练成的 网友回应 救你白痴? 你嫁给他? 是 哈哈哈哈 谁白痴一点 是呀 不用说了 好笑的 是 是 我只说人白痴 这个问题又挺什么的 是 真的 所以有时候有些事情 这些 怨恨夜晓 真是 看得到的 真是有点少 是的 刚才参赛的马匹都说完了 我始终觉得 尹伟望人 还有一只 叫彭迅 是的 彭迅因为 都不止一次背叛李心杰 但是李心杰始终肯原谅 他的女儿都挺漂亮的 Lindy 叫做 好像做了KOL 如果没有记错 彭迅OK 都不能入围 在后面跟那些老人跟着跑 因为你始终都是 没有暴力 单方面是 所谓的渣男 如果这样说 之前刘永那些有打老婆 刘永可能怕得住 没有放他下去 没有 刘永有些机会 可能要多一些拳头 才能进入你 其实周永恒的样子 有时候摆得更惨 更淒涼 为什么有人觉得他第一名呢 为什么 可能外表的观感 可能会令人诧异 有些女听众听到我的台 他说周永恒真的很英俊 他说你看一遍他真的很英俊 他说了几次 他不是差的 他要做明星都OK的 因为他避长的T字位出 又瘦 我觉得他的样子有点像小丑 不化妆 有那种邪眉 奸眉 好像韵子维那些 对不对 好像歪歪了 但是如果看了这场赛事 我们看了排位表之后 指定赛果 没得输了 周永恒排第一第二呢 第二是谁 谁 魏震 魏震还是猴子 我觉得魏震猴子 可能有三个一起互拍的 周永恒 不是张志仁 张志仁 对啊 张志仁也有得拍的 我觉得有得拍的 这样说如果 他会是猴子 弹得出来一点点的 猴子有个格衰的感觉上 是的 感觉上 因为我们小时候听他太多东西了 我们心目中 如果你很胆 周永恒拖 魏震 和这些猴子 这些单T应该都 二重彩啊 二重彩 可能是单识 但是如果我说真的 你二重彩肯定 单识就一定是周永恒 OK 而且是弹脱那只 OK 弹脱那只 他事实上 如果你这样比较 是真的的 哪有人可以拍得起来 说真的 你还想怎样呢 周永恒 如果我是你这样的资予 他是小过一年 他是周吉的孙子 周启生的阿贼 我是他这样的资予 我做了谢霆锋 哎呀 哪有得说 他现在这样 他的资予好 开局好 或者玩烂了 没错 打烂了一只游戏 他以前拍什么呢 他拍摄影响英网那些女儿 阿嬌阿萨那些 那个年代 他有这么长时间的底部 给他一点薄面 他也有 在这一行上 他自己不是做的 没办法 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我也理解不了 是的 但是神经质来说 他真的都是神经刀 没得质疑了 是的 有些东西就想 我的麦子后跟你说 好 这里我先说到这里 好 拜拜 拜拜 那些人说 哎呀 还忘了关键 那些人说如果他 哎呀忘了关键 那些人说如果他不是 就是有明星之后 升三代 其实他跟我 嘟嘟嘟 没分别 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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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